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一个 惩罚者啊 这个俗称的快打四代 这一次呢是来自于一个大神的表演啊 所以打的一个速通 这期呢表演的大神呢叫做惩罚者一姐 这个ID呢比较的霸道是吧 那咱们来看一看 取这么霸道的ID的玩家 能有什么造型 这里可以看到呢 你以外很流畅 目前为止呢用了三颗雷 清掉了所有小兵啊 第一画面一颗 然后呢这个画面呢 一定枪扫再来一个雷 之后呢来看第一关的手底Boss 出门这里呢拿着刀 会直接往Boss的面前冲 一脚放倒啊 然后呢给六刀 一个脚刀 AB空下后面小兵 再一脚刀 炸一个雷 那是雷不炸吗 这雷不炸有点可惜了 这个最后再炸一个雷 感觉会比那个脚刀上还高吧 好那这样的话呢 第一关的Boss呢轻松带走啊 咱们呢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游戏的第二关 它这个游戏呢也有一个隐藏设定啊 这个当年比较经典的阶级游戏呢 都有一些隐藏的设定是吧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三宫战机的援军系统 比如说这个是吧 恐龙快打的暴击 援冢骑士的乱不值啊 对吧 然后呢这个游戏的隐藏设定是什么呢 玩家打得越快 Boss的防御力越低 对你没听错啊 就是说呢你这个 呃他这个比如说见Boss特别快啊 比如说呢他一分钟见Boss吧 我玩的话呢五分钟见Boss 这个Boss的防御力是不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呢你见Boss越快Boss越催 哎这个位置这个AB是出错招了吗 这里呢是抓Boss崩两枪啊 那看来这个不是出错招了 AB放到小兵之后呢 故意把那个绿衣服的怪抓过来 然后呢利用这个掏枪的时候 抓特有的这个动作啊 崩了两枪 这个雷放的也太帅了吧 这个雷都放出了踏死的效果啊 这个雷呢是正好控制所有怪的血量 最后一个锤子兵过来支持 一颗雷全部行走 咱们来看第二关的这个机型 其实这里呢出门一个喷火器一个雷 然后呢你看那边前前BAT脖子 正常的这个机型的这个弱点就是脖子啊 然后呢再加上他这里打得快 所以说呢这个机型是吧 就显得非常的脆弱啊 三脚两脚最后补一颗雷 一顿踢脖子轻松带走啊 目前为止呢两关没到两分钟 你看是吧 这位大神的这个造势肉眼可见的高 好咱们来看游戏的第三关啊 第三关的话呢咱们玩这时候呢 一顿招呼人就通过了啊 不过呢大神这里玩呢 是不会摇那个东西的是吧 好咱们这里呢直接来啊 这个出门呢他就往前冲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把这个枪兵看见了吧 对面的枪兵留住了 他这个游戏有个特色呢 就是你留着对面带枪的兵 我方这里也可以掏枪啊 这个最后对下呢枪兵没留住 有点可惜 继续往前冲 不过呢又出新的枪兵了啊 这里呢先把对面的防弹一打倒 然后呢一个小刀打车 他这个车是可以拆的 车里边呢有三个小兵 这样的话呢 你把这个车一拆 三个小兵就不出了 你看是吧 然后呢继续把这个拿着枪的这个boss啊 这个金银怪拖到前边 那这样的话呢 对不对啊 这个杂兵又可以淘枪了 这个位置呢 是直接捡起了这个小兵爆的枪 最后呢控好血量一颗雷 再补一个这个啊 我以为再补个一臂呢 好继续往前走啊 目前为止呢 行李流水啊 这个位置呢 亲一个小兵把对面的斧子打掉 往前走 一个跳雷 往右冷 应该有个兵没死吧 这里呢跳起来白色斧也没死 先往下走把下边的小兵抓上来 一个AB 然后呢这里继续 一颗雷 全部清掉 枪上面的板斧 直接往前冲 下水都没工夫吃了 好 这里咱们来看第三关的boss啊 第三关的boss呢 弱点是在他这个车的这个后身啊 他这个boss呢 如果你打的位置打的精准 boss会受二倍的伤害 也就是说呢 可以可能是 一个伤害判定的车身 一个伤害判定的人上 大概是这样 你看这吧 他卫斧的伤害很高 卫斧的伤害很低 之后呢 哎这个雷放空了 有点可惜啊 然后继续再来一个雷 你看到这个雷 打出了双 双重的一个攻击效果 双倍的伤害啊 你注意这个雷呢 扣了两次的血量 你看是吧 这就是这个第三关的boss 这个机器跟人融为一体的这个怪 弱点呢 就在背后 好 来到了这个奖励环节啊 这个奖励环节肯定是不打的 这个奖励环节的话呢 你打完之后呢 过关会有一个加分 有加分就会慢 你看是吧 这里呢 不会开枪 然后呢 这个大神啊 他是在这个误犯游戏平方 他另外一个平台玩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个中间没有字啊 我呢 看花卖太过整变呢 我也没法挂机制性啊 这里呢 时间就有个位口报一下吧 最后的通过A510呢 是一个15分54秒啊 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好 咱们呢 来看游戏的第四关啊 第四关的话呢 一出门往前走 第一个箱子要打开 是个雷 最后呢 往前抽 哎 这里给这小别人踢倒了 这可惜 换一个位置 这歪招 要打一个这个手枪的攻击啊 哎 这里是触招失误 本来想这个开枪的 结果出了一个脚刀 好 这个位置呢 往前走 来到车厢这 直接一个脚刀 再一个脚刀 没死 再一个脚刀 再一个脚刀 好 拿上这个匕首 往前走 再看啊 出门直接跑到忍者的边上 打一个三 三刀一下 哎 哎呦 这个位置是想扔雷吧 这个位置感觉是想扔雷啊 结果把这个小别人误抓过来了 之后呢 斧子被砍掉了 把斧子掩起来 三斧子 这里脚刀没打着 扔了一个飞刀 再把斧子掩起来 这个斧子呢 是单体攻击力最高的一个武器啊 这个位置呢 斧子打一个一砍二 然后呢 这里一砍三 之后呢 再砍 往左一颗雷炸 这里再扔一个跳斧 打死几个尸几个 好 剩几个怪可以往前走了 左边这个刀手没死 你看这吧 然后呢 跟新出的左边这个拿扬刀的怪 凑到一起 一个跳刀 这里呢 往右脚刀 往左丢雷 之后呢 右边这枚给武器 捡上棒球棒 拿这个棒球棒一顿凿 底下那个小兵 那下来有点可惜啊 如果这小兵凑到一起 这一波就完美了 捡一个这个刀之后呢 他在左下角的位置下来 直接往右立立立 你可以看到他这里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位置远走 他是直接在左边 把这个boss抓到右边 然后呢 跟这个右上角刷新的 这个刀兵凑到一起 之后用刀一起打 打了一个大输出 这不捡个刀吗 这个位置感觉捡个刀 那好点吧 捡个刀的话呢 直接出门滚到boss面前 一顿小刀 他不比这个全打9题块吗 我是感觉这样的快点啊 不过呢 人家是大神 他这么打字样 有这么打的道理 只不过是我不懂 好 这个位置呢 就是用脚刀打输出 然后呢 用AP看后边的小兵 这样的一个套路 你看是吧 后边这个刀手 一直在弄刀 他也只能一直AB 这boss跑了 有点可惜 之后呢 再脚刀 打三下拳 抓一个小兵的AB 之后呢 打一个雷啊 这个雷不愣吗 还有一颗雷呢 愣 漂亮 没死 给给B 漂亮 带走 这个boss的话呢 有点小可惜啊 因为呢 没有在右边处置的位置堵住 后边的那个刀兵呢 比较他不给力 一直在搅和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游戏的第四关拿下 来到了游戏的这个第五关 也是游戏的到底第二关啊 人家这个进度是吧 七分钟不到 干的到时第二关了 OK 出门三个小兵 直接呢 三枪六岛 这里选到了一个AB的村沟 也行啊 感觉会比三枪六岛 能快点 差不多吧 因为这个枪的射色很快 三个小兵 一边就一丝丝 这个位置呢 也是一个打枪环节 打枪环节 好 全部收掉 往前走 这里呢 把这个 绿小龙角刀打掉 小兵往左抓 对面的斧子兵 往斧子兵身后跑 给一个这个前田的一个雷 可惜这个血量没空 就是左边的那个刀兵 血量没空住 刀兵如果再给一下就好了 这里呢 是开场直接把雷小龙的跳踢 给他打断 利用这个斧子 然后呢 把小兵扔过去 打一个AB的一个群光 捡斧子之后呢 再打一个斧子的群光 斜跑 一砍二 继续斜跑 这里只能一砍一 等这个小兵过来 一砍三 没砍到 一砍二也行 捡一个雷 加血就不吃了 没什么用 OK 直接下来 咱们来看这 这个地方呢 直接往前走 哎呦 这个是直接在开场的位置 就把这红人抓过来了 开始打脚刀啊 现在就期待这个怪不要防 不要防 不要防 哎哎 不要 这谁不来我吧 不要防 你看到这吧 没怎么防的那个 掉水很快 防的这个呢 掉水就很慢了 捡一个雷 继续往前走 这里还有个雷 捡上 好 来看这对机器人啊 这对机器人的话呢 应该也是拿雷输出 雷输出 因为这个枪呢 毕竟是单体输出 果然 这里呢 直接放一颗雷 然后呢 死一个兵 刷一个新兵 AB躲一下对面的攻击 虽然说对面没输招 但是呢 他算是一个预判躲了 这里呢 是打一个前拳组合拳 再来一颗雷 打一个AB 全死 好 最后呢 吃点加血 拿一个这个锤子吧 果然 因为那个枪是单体攻击啊 这个锤子的话 是群体攻击 打速度来讲呢 肯定是这种群体攻击的 这个武器 你看这吧 打得快一点 一个锤子 一个脚刀 这里呢 继续把这三关 凑到一起 一定锤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捡了一个 这个棒球棒 给锤的一个互换 这个位置有点活了 这是捡了一个刀 利用剪刀的武器 滚过来 然后呢 这里呢 用刀打输出 三刀一个下刹 换新刀 然后这个位置呢 等待理想龙 动场位置 直接六刀 直接五刀 打了一个脚刀 然后呢 这里一个反摔 这个位置还反摔吧 好 这个位置呢 直接打了一个雷 刚才如果不反摔啊 那个刀兵在左边呢 直接一颗雷就全炸了 反摔感觉摔得 有点可惜了 这里呢 往前走 下一波兵可以掏枪了 好 这里直接掏枪 打了一个脚刀 再脚刀 这个脚刀有枪的伤害高吗 反正没有吧 哎呦 这个位置被后边的小兵 打了一枪 只能AB空一个场 只能AB一个小兵放倒 会大部分的时间 最后呢 用枪把这红人收掉 往前走 这里还有滚筒 这里想一滚二啊 果然 一个AB呢 连左边的滚筒 那右边的滚筒全部打掉 来看这儿 这儿的最后一颗雷 应该是会用什么 最后两颗雷 应该都会丢到这儿 咱们看啊 这里呢 把这个女兵打到中间 丢到中间 然后呢 垫一下一颗雷 再一颗雷全部炸掉 吃满加血 这关的机器人呢 肯定就是用手枪输出了 因为这关呢 机器人天生带两个小兵 好 咱们可以看啊 直接呢 这个来到自其人的身后 小兵得AB空一下 哎 机器人帮着空了 机器人这里呢 一个踩 把小兵踩倒 再一个AB空后边的小兵 把他死 这个小兵只要不死 我方这个枪 就还会一直在手里拿着 你看这吧 这里想踢脚 不要吧 没踢着 因为左边的屏幕不好 这个位置呢 是利用了一个 前前躲了机器人的笑 你看这吧 躲了机器人的地震 三国关多了 不好意思啊 看啥都是笑 好 这个位置呢 继续输出 对面的小机器人来了 这样呢 就不用空 前面那个枪手的一个血量了 因为机器人出了 你也可以拿枪 再用AB躲 再AB没死 再AB死 漂亮 大概是一个十分钟半左右 拿下了游戏的倒数第二关 咱们一起来看看游戏的最后一关 看看这个大神 有一个什么样的造水 目前位置呢 可以说是全程高能 且流畅 是吧 虽然说呢 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小叉丝 不过呢 这个速通这个东西 对吧 它永远都能有那么 一丝一毫提升的地方 这就是速通 这个位置呢 出门直接前前BA 来到了屏幕的最右 对着左边的疯狂开枪 疯狂开枪 疯狂开枪 好 还有两个这个西装暴徒 还有一个 死 还没死 血量有点高 赶紧给它击毙 前前BA往前走 再前前BA 回头打吗 没有回头打 还是前前BA 这里呢 把这个怪呢 引到了左边 他这里工艺慢开枪 不到柜种具啊 他应该是想留一个拿枪的兵 漂亮 这个思路可以啊 留了一个拿枪的兵 哎 这环边 哎 怎么了 刀过了一段呢 好 这里都切回来了 这个素材呢 是他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 这个倒过来一段 是个什么情况 这里可以看到 很漂亮啊 他这是 站到这个桶后边 这个怪好像是一桶 啊 爬不住 这个怪呢 是被桶打住了 一枪打桶住了 这样的话呢 保证这个拿枪的小流氓 在塔上存在很长时间啊 这样呢 是一波用枪输出小兵 打的就很得劲了 这个位置呢 吃一颗雷 然后呢 前前BA往前走 出新兵了 他又可以用枪 但是呢 一眼省了一个雷 绿忍者没大招 有点可惜啊 这个绿忍者如果炸到的话呢 这些小兵就一起死了 好 你看这吧 这个绿忍者的存在呢 让这个机器人把刷了一会儿 第一颗雷呢 扔空一个兵 有点小可惜 之后呢 这个位置呢 提出打一个手枪的输出 哎呦 这里是可能觉得机器人不会出招了 没有躲 被机器人放倒了一波 然后呢 再把绿一枪手打死 捡一个雷 使劲往前冲 来到了前面的E-Boss E-Boss呢 出门堵着往右脚刀 脚刀 这里呢 打一个这个AB的一个全轮 这没毛病啊 主要打这个鼠多的怪 然后呢 空一下血量 哎呦 哪会这个E-Boss自己撞过来了 空一下血量扔雷 这样呢 就会达到这些怪异器死的效果 这里呢 直接一个AB 然后呢 脚刀没打到 再一个AB 全死 先捡雷 再捡加血 加 加 哎 加血 这个吃一口也不耽误时间呢 这个加血是可以吃的 这个加血的话呢 刚才吃一口肯定都不耽误时间啊 因为大概有一秒钟左右 才这个 到这个过场动画 吃一口加血 一个千千匹跑着 这应该是没事啊 这样的话呢 多有半管血 感觉啊 就无论是开AB 还是这个关键时刻 硬刚对拼 应该都是比较 有利的一个事啊 就多这半管血 血少就无所谓了 像那个前边 那个哥巴克加血 加十分之一左右的 没事 这里呢 是给脚刀放倒 然后呢 捡了一个这个 手里这个匕首 哎呦 这个位置 没有躲过这个啥 没有躲过这个炸弹的 一个这个轰炸 不会不影响啊 因为这个地图的话呢 就是杀的快 这个炸弹该落也不过 我感觉这个地图 杀的快也不用 还有一部分 这个上下双排的炸弹 你看是吧 杀的快也没用 杀的快呢 这个扔炸弹的节奏 也不快 你还是这个时间 过长久了 那你看是吧 好 这样呢 拿上心爱的斧头 咱们的时间往前走 出门一斧子砍一个 这一斧子他咋漂亮 第二斧子等了一拍 等得很漂亮 但是呢 这个拿火的喷火气 这怪呢 还是没等过来 不过呢 他打了一个摆拳啊 这个摆拳很精彩 打了一个摆拳 好 这里呢 继续往前走 拿下一个斧子 继续往前冲 直接一个前前后跳 然后呢 选择用枪打 后边的机器不管 这是要把这机器 拖到下一个画面吗 我感觉有这个想法 两个机器 我们来看 这里呢 是把这个 哎呦 这很明显 这前前往右跳 往左扔雷 肯定要扔雷 你看是吧 刚才看到那个架势 就是要扔雷啊 结果呢 被这个小逼人给撞死了 小逼人没死啊 哎 他也必打死 果然啊 这里是要把枪 拖到左边 然后呢 往前输出 开始打 继续 好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这个机器杀了 因为那左边 这个北线拿枪 都毕竟就出来了 然后呢 这里可以吃一口加血啊 刚才那个加血 吃成不耽误时间吧 哎呀要死了 也没事 前面有个大鸡腿 问题不大 好 这个位置呢 走 这个鸡腿 要往前扛吗 他这里呢 又是留了一个枪兵 把这个枪兵打倒 往左的一个炸弹 很漂亮 然后再往左一个炸弹 哎 这里不炸了吗 这个炸弹的话 哎呦要死了 再一个炸弹 这里该往右赶 往右赶 要吃下血了 哎 一个前前一臂 吃一口 哎 那都不实吗 他这个位置 感觉刚才好像慌了 感觉他跳A 是在跳水来扔雷 感觉有点慌乱 但是呢 还好没死 好这样呢 吃一口加血来到了 最终的boss 还有一颗雷 八个斧子 一管血 咱们来看怎么打啊 出门肯定是 一个雷线给他炸摔 先炸到右边 跳起了一颗雷 果然 然后呢 AB换血 这个AB换血 这个血量应该是换不死 他这个斧子 看看什么时候砍啊 哎 砍了一刀 啊 他这里是跟这个 最后的金饼 贴脸之后再砍斧了 很有活 非常细 好 这个位置呢 就是每一次 把小兵AB倒 老子砍一斧子 那这样呢 血就够换了 好吧 这样呢 这个最终boss 就被堵死了 咱们呢 提前感谢 咱们今天的 不要有大神啊 叫做这个 称发者一姐 感谢大名的 一个精彩表演 我是本期解说永恒 喜欢的话呢 记得点关注 再给我来一个赞 明天同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